现在网路上是怎么讨论这件事情 我看很多人都讲说 干脆请政府撤销他的国籍 不要让这些两个人用健保好了 这有可能吗 对 因为其实欧阳娜娜的身份 非常的特别 如果你不知道他爸爸是谁的话 他爸爸是我们台北市的前议员 叫做欧阳荣 他还当过国民党发言人 这等一下可以问小时 不过他现在的身份是国民党的发言人 加上国民党的文庄会副主委 就是高干就对了 对 他是国民党里面的高层 然后你连自己的女儿才20岁 你可以说他已经成年了 可是他才20岁 在他未成年或者他18岁19岁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很多的亲共言论了 这个海报就长这样了 一堆大人头里面 其实他们有圈起来啊 因为都披到你知道 脸超白然后嘴唇超红 根本看不出来是谁 但是网友就圈起来了 这一连串的里面 台湾艺人一个欧阳娜娜 一个张晓涵 听说还有香港的艺人在里面 当然意图很明 有任达华是不是 就意图很明显嘛 然后呢这两位 中国梦祖国颂 要在十一里面表演 那当然陆委会是讲说 成为中共的统战样板啦 但是我们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刚刚浩宇是说 如果依照现行的两岸任何的规定 包括陆委会或者是文化部 其实都只能罚一点点 是这样吗 那浩宇刚刚讲到的欧阳龙 这个是我之前找 这是9月16号的娱乐的报导 这个我没有杜撰 它标题就是这样写的 欧阳娜娜半年赚3亿 半年耶 半年赚3亿耶 养活一家五口 那欧阳龙青上火线喊冤 他喊冤的理由是说 没有啦 我不知道他有赚这么多 我不知道他赚多少啦 但也没有要靠女儿养的意思啦 但是半年赚3亿 绝对不是随便来的这个数字 来请问巧思 因为刚刚浩宇点了是欧阳娜娜的爸爸 欧阳龙在国民党里面的角色 当然他现在据说他已经卸任了 发言人跟文传会了是不是 好像是 我们其实他当发言人之后 也没有太多就是 发言人上面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其实也不太知道他的动态 但据说现在好像已经不是了 那这点我也不是很能够确定啦 我不是很清楚 你对金百科鞋现任啦 所以到底是不是 应该不是啦 但是我觉得 因为欧阳娜的国民党的 我讲高干或前高干 或者是他的国民党色彩 其实很浓厚嘛 大家其实都知道 他也当过国民党的台北市的议员等等 那你觉得中共特别找了 欧阳娜娜这个角色 有一些跟国民党相关的意味在吗 完全不可能有啦 欧阳娜娜本来在大陆就很红啊 他就是长得漂亮啊 然后他主要都是做一些什么 比如说名牌的代言啊 之类的 就各种精品的代言在大陆啊 然后可能一些穿搭什么的 他不用靠他爸 他本来就很红了 而且他有那个条件啊 不是说他要靠他爸 不是我一直说 跟我们真的没有关系 怎么会觉得跟我们有关系呢 欧阳娜娜在大陆的这个名气 其实一直这几年来都非常非常红啊 我不喜欢他坦白讲 他们家的这几个艺人女生我都不喜欢 但是问题是他其实就是靠自己本身的条件 在大陆就是非常非常红 所以他今天他之所以他可以去那里 是来自于他的这个粉丝很多啊 然后他很受欢迎啊 所以才去的 跟欧阳龙或跟国民党真的没有关系啊 也无法举证出更多的关联嘛 对啊 而且说真的啦 欧阳娜娜是欧阳龙的女儿 她也不是政治人物 基本上国民党也不可能把手伸到人家家里面去 再加上欧阳龙也不是现任台北市议员 那听说他连现在文传会的工作也都没有在做了 如果是这样子 他身为一个普通人 那他们家的人要做这件事情 最多就是说我们不认同嘛 那能够怎样把他押回来嘛 不可能 我觉得 我觉得国民党最大问题就是连不认同都不敢说 这两天 我说啦 我说不认同啊 那请国民党中央公开说 他们不认同欧阳娜娜娜的行为吗 你可以跟他们呼吁啊 没有是不敢做的嘛 但是我至少我自己是不认同啊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啊 所以你觉得假设国民党真的很认真的想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联系到欧阳龙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所以你觉得欧阳龙会告知他女儿说 你这个三逆先不要赚啦 我们为了台湾好你就回来吧 他会这样说吗 今天欧阳龙他已经没有党职了 你是要如何去要求他说 一定他的女儿要做哪一件事 如果今天是欧阳龙去唱的话 那我们当然是可以跟欧阳龙讲叫他不要去嘛 可是我觉得他的女儿毕竟跟他是不同的个体啊 如果霸教我一定非得为了他做什么事不可的话 我也不愿意啊 所以我觉得谴责的话是谴责欧阳娜娜他本人 我觉得跟欧阳龙本身就已经没有那么直接的相关了 又要把这个关联性在上纲那国民党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不太公平 已经不是第一次欧阳娜娜在两岸的国家认同上面有争议了 上一次他有争议的时候 他爸爸就是文传会副主委嘛 可以骂他没有问题 可是我觉得女儿分 你们明明知道 就像那时候选举的时候 我们也觉得陈其迈跟陈哲男是不同的人 不要把他搞混 我也认同 我没有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讲过 我就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想的 所以如果你们觉得陈哲男跟陈其迈是不同的个体 那现在欧阳龙跟欧阳娜娜他也是不同的个体 为什么要把他们绑在一起 甚至欧阳龙能不能管住欧阳娜娜娜说你非得怎样我都不确定 如果今天我是欧阳娜娜 我不会接受我爸来管我做东做西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说谴责欧阳娜娜OK 骂欧阳娜娜OK 你觉得他不妥 但是你把他先推到欧阳龙再推到国民党 这个问题有点推太多了吧 真的我先请教小芳姐 小芳姐对艺能界比较熟 刚刚浩宇提了一个问题啦 因为大家第一时间就跑去问陆维会 甚至是文化部的回应 那是不是能针对这件事情做一些比较法令上的处置 文化部是这样回应的 她说对于台湾艺人前往对岸演唱是不适当的歌曲 陆维会已经调查了啦 但是呢这个法条是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33-1条 大致上的说法是说 你不能与大陆地区的人民法人团体或机构 作为涉及政治性内容的合作等等 可是实际上我们能怎么办 巧心说跟国民党没有关系 你觉得有这一层的关系在吗 我们先把事实面先讲清楚啊 因为今天欧阳娜娜跟张绍涵 他们在中国的认定上面是以台湾艺人的方式登上了十一的所谓中国的国庆 匪庆的这个晚会舞台上面来去唱这个所谓祖国 他讲什么祖国什么什么的 我的祖国 类似那样子的这个歌曲啊 那今天如果张绍涵或者是欧阳娜娜 两个人就铁了心永远死都不回台湾的话 就老死在中国的话 那他所有的这些找他们演戏的公司也好 合作的这些厂商也好 也跟台湾毫无关系 也从来也不会再领取台湾任何的政府补助的话 老实讲我们的政府还真的是很难拿他办法了 但他要放弃是可以的是不是 但我们不能强迫他放弃 对我们不能够强迫他放弃啊 那这是第一个是今天只要没有 他今天如果在中国有任何的这个演出机会 那是靠他自己 但是今天有任何一家台湾的厂商 或者是你申请国家的任何的补助 或者是电影的剧本 你写到要有这两个人 包括他们唱歌也好演戏也好 或者他们任何的智慧财产权 如果他们有这个能力的话 这些全部都不行的 这个是我们先讲清楚 第二个是我必须要先跟各位讲 依照中国的 中国这不是我们台湾的 中国的 依照中国国籍法第三条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 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 所以欧阳娜娜 你赶快放弃台湾籍吧 还有张少涵你有加拿大籍 赶快放弃加拿大籍 这边你有加拿大籍 台湾籍还有中国国籍 这样三个国籍你会昏倒 你的人社会 你的三观会不正确 所以你先放弃你的这个所谓台湾籍 或者是所谓你的加拿大籍 这样张少涵你就变成中国人了 那欧阳娜娜的话 你放弃台湾籍就变成中国人了 好 接下来呢 我要讲回重点 也就是说 刚才巧新说得很好啊 我们不应该把父子啊 或父女啊 或者是母子啊 我们讲成一块 因为欧阳娜娜她今年20岁了 才20岁 她从14岁的时候 我们都还记得 爸爸本来 她原来是一个 这个好像是 在大家的眼里看 是一个很年轻 很优秀的一个大提型 好像这个大提型的演奏 后来家里面是要把她送到欧洲 还是送到美国去 送到美国去 结果呢 没多久以后就跑回来 那因为这样真的是长得也挺漂亮的 然后那有这样的一个才华 然后到中国去 但是她有拉大提琴吗 她的才华是大提琴 但她并没有拉大提琴 她从此以后唱歌 但她的歌声真的很好吗 她有办法像张韶涵一样 她当时是在加拿大 打遍天下无敌手 她是参加了歌唱比赛 所以这个脱颖而出的 欧阳娜娜有吗 没有 那当然因为或许是她爸爸的关系 我不知道啦 你先点我讲完 那这个另外呢 那我想讲 举一个例子来讲 在前一阵子啊 我们对张上纯还记得吧 张上纯的儿子是医生啊 那是不是她 因为张上纯是 这个疫情指挥中心的 召集人吧 但她的儿子 当时因为有事 必须要出国 那因为她儿子出国 还被整个的社会大骂一顿 张上纯还因此 后来还认为她自己犯了错 还不敢出来开了好几次的记者会 她还好几次的请辞 我们的社会当时国民党是怎么看他的啊 哎呀这么大的人 你儿子也是当医生的啊 这个有专业啊 你竟然不会管不了自己 你的爸爸是在指挥中心里面 那你爸爸难道也管不了你吗 所以我们的社会应该同一套的标准 所以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这个欧阳龙 我们过去如何看待张上纯 我们是不是用同一套的标准 去来做比较 这是第一个 那还有就是孩子的资质的问题啦 那这个比到资质的话 当然张上纯的孩子 人家是当医生 而且人家都是钱的问题吧 假设你知道我唱这一首 可以让我一直每半年都赚三亿 这不是钱的问题 不是吗 今天如果欧阳娜娜说 我就代表我自己 我欧阳娜娜就是个中国人 我的认同就是这样子 他好像有这样说过没错 但我不代表2360万的台湾人 台湾人与我无关 我就放弃当台湾籍 我爸爸妈妈那个与我无关 我们老死不想往来 今天我们台湾人也不会生气啊 今天中国人还会继续给他机会吗 所以一句话 你就放弃你的爸爸妈妈 你就放弃台湾籍 老死你就不要回台湾 那我觉得我们台湾人不会生气啊 就随便你啊 你在中国爱怎样怎么样啊 也是啦 但这个就妙了 刚刚我们大家讲说 陆委会讲说 他们明显的就被当成了统战的样板 然后陆委会讲了一个 他说安排台湾人士去 当然就是为了宣传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 对于台湾进行施压 然后呢陆委会建议说 应该到中国大陆去从事这些活动 应该考量的是国家的尊严 社会的观感跟法律的规定 如果也会说必须要认清中共这个叫做 拉打两手 一拉一打 拉打两手的策略 然后呢 我们的最喜欢的胡锡进总编 马上把他拿来当成运用写的洋洋洒洒一篇文章 他讲说呢两岸的博弈未来终结已经十分确定了 就是台湾必须终结当前的歌剧状态 回归祖国 就是他们两个唱的那一首歌回归祖国 然后呢这个叫做外围战 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外围战 台湾的年轻人站在两岸统一的 是明智有远见的选择 跟那些台独绑定的人将被证明 做了可悲的赌博 然后胡锡进讲说用大历史的角度来看 今天的台湾就是1949年被围堵起来的北平 这个只有你才看得懂了 可以从欧阳娜娜一直延伸到台湾就是1949年的北平 这个胡锡进他在1989年的时候他也在北平 据说他是反天安门人的 所以他的北平的认知跟现在很不一样 而1949年北平呢 确确实实 当时北京呢是被大军围着 他也就是孤立的 可是现在我们全世界去问谁被孤立了 王毅出去连外蒙古都叫他滚蛋 然后整个中国呢 日本啊什么的东协国家 欧洲啊连法国都出来了 现在谁被孤立 所以胡锡进 有点讲的是说你搞不懂 现在北平被孤立了我相信 但是是台湾像当年被孤立的北平 好像是很奇怪 不过对欧阳娜娜这件事情是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当然看了是对他这个人 有自己的评价是比较不正同的 但是呢我们台湾人也不会太生气 为什么 因为他这种就是大内宣嘛 中国共产党现在就是剩下的孤立之后 只有大内宣 就好像他们的歼二十飞出来 就自己很爽 然后十艘的那个老片子拿出来 十个飞蛋打出来就自己很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不一样是什么 我们尊重基本人权 国籍是基本人权 所以欧阳娜娜 我们不会主动的去开除他的国籍 我们的国籍法也没有 我们尊重这个国籍 可是我们国籍法第十一条 这个我是觉得 我们的内政部要积极一点 然后国民党应该协助一下 第十一条叫做 第十一条第三款 可以辅导他放弃国籍 有这一条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我们应该积极的辅导他 放弃中华民国的国籍 这里面的方法是包含的是 不断的告诉中国 不断的我们跟他讲说 他拥有双重国籍 这是不符合你刚刚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 第三条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聊天室里面 有很多的小粉红 要告诉你 欧阳娜娜他现在还有台湾籍 还有双重国籍 双重国籍 是不符合你们国籍法的 在台湾这边 我们要让他知道说 你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们有很多方式 包含我们的健保或怎么样的 我们应该修得更符合这个公平正义 让他知道说 我们就是积极的在法律面 民主法治上辅导他觉得说 放弃中华民国国籍 这是应该的 我们鼓励他 我们也鼓励国民党 跟他爸爸好好沟通一下 告诉他 把这表格交给他爸爸 请他爸爸传给他 怎么样放弃中华民国国籍 我们来说